前段时间我们在上海参加了极客X的媒体闭门沟通会 因为签了保密协议 全程只能听和看 那憋了这么久 我们终于有机会在重庆的抢线试驾活动上 跟大家好好聊一聊这辆车了 先给大家定一个基调 这是一辆在设计上疯狂做减法 但最终却什么都有了的车 老规矩我们先看外观设计 其实从前脸来看 极客X是极具攻击性的 一脑的线条运用搭配极具辨识度的灯组设计 看起来就不太好惹 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极客汽车的家族式设计语言 但在一些细节之处又有它独到的巧思 整个前脸更像是一张大嘴 气势还是很到位的 车身侧面乍一看没问题 依然是非常灵力的线条运用 极客家族式的悬浮车顶设计也还在 整体感觉是侧重强调了它的运动性 但你细看又不对 门把手不见了 早已习惯的车窗外水切不见了 甚至作为一辆纯电车型 充电口都不见了 这个减法做的属实有点激进了 实际上GKX取消了门把手的同时 每个车门都安排了物理开门按键 按下按钮它就会自动开门 进一步减少风阻的情况下 这个开门仪式感还是很优雅的 打开车门就能看到同级别少有的 无边框车门 甚至主腹驾驶位的车门 还是智能感应电动门 按键自动打开 关闭可以按键 也能踩刹车自动关门 这个功能它竟然出现在A级的SUV上 可以说是月级的配置了 优雅的同时安全也是第一位的 那说到安全 GKX的无边框电动后视镜 在相同风阻的情况下 它还带来了更大的后视可视范围 行车安全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甚至我们在B柱上还看到了摄像头模组 后期OTA升级还能支持 人脸识别开门的能力 如果你忘记带钥匙或者拿手机不方便的话 这个用的应急还是很炫酷的 类似的整体风格 跟极客的品牌定位一样 偏向年轻化 我们这辆是蓝白皮质包裹 顶篷为超线容材质 手能摸得到的地方都是软性材质覆盖 作与泡面软硬适逐 侧向包裹和支撑性都没有问题 前排乘坐舒适感在同级别车身当中 都有着领先的优势 前排正常驾驶位置的情况下 后排空间对于我177的身高略显局促 另外还有一些小细节 比如B柱的玫瑰金小挂钩 飞机波杆式的四门车窗升降 扶手50瓦的无线充电 峰值功率达到27瓦和60瓦的C口有线充电 其中这个60瓦的C口 还有一个游戏手柄的小图表 以后在车上玩游戏应该是OK的 不得不说 感觉很多B级车都没有这样的质感 这还不算完 GKX还有三个大杀器 首先是这个可以左右滑动的中控大品 驾驶过程当中 司机使用仪表 ARHOD和方向盘这一排触控按键 其实已经无需中控大品了 这个时候中控大品给到副驾驶娱乐则是更好的选择 甚至还支持了娱乐品的姻缘与导航互不冲突 这种主副驾驶互不打扰的体验应该是很多人的刚需 毕竟没有几个司机喜欢被副驾驶指挥开车 其次就是这个零动中导扶手箱 它支持了前后电动滑动 这样车内的空间就会更加多变 另外这个扶手箱里面还有一个5.88升的冰箱 它支持了-12摄氏度至50摄氏度的温度调节 最后就是这个4D云端零重力附加座椅 它支持一键放导躺屏 还可以联动后排的座椅坐垫收起来 提供更大的放导空间 通风加热按摩一应俱全 除了大家能想到的女王座之外 我更加倾向于这是公司楼下的最佳午修床 日常状态下如果后排需要带宠物的话 可以将后排座椅的坐垫收起来 避免宠物弄脏或者是抓坏座椅皮 这三个巨大的差异化体验 对于一辆A级SUV来说是绝对的月级配置 如果你考虑购买这辆车 且预算允许的情况下 我们更加推荐这辆4座高配车型 性能方面虽然这是一辆A级SUV 但极客认为特别是在紧急避险的时候 性能也是安全的一部分 所以这辆车也安排了前后高性能 永磁同步电驱系统 峰值功率达到了315千瓦 最大扭矩去到了543牛米 0百加速进入3秒俱乐部 不出意外的话 这是有史以来最快的A级SUV 内置66千瓦时的3m电池 CRTC续航能力达到了560公里 得益于它A级的尺寸 实际开起来是非常灵活的 相比现在动不动就5米上的车长 GKX明显是更加服务于驾驶操控的 强劲的动力输出匹配优秀的转向指向线 我们在园区封闭道路测试一下机内驾驶 真的有点人车合一的那味 相比传统的节能 舒适性能三档模式 GKX直接提供了自定义驾驶模式 针对加速能力能量回收转向模式停止模式 提供了更加个性化的自定义 加速能力柔和的时候 再也不用忍受超强的动能回收了 但驾驶方面给得到我最大惊喜的是 它的四轮独立悬架 面对一些坑挖和路面稀碎震动 都能够做到很好的过滤 A级车能做到这样的水平 真的是太选了 另外我们数码科技博主比较关心的辅助驾驶方面 GKX 支持了ACC LCC 自动博车遥控博车 日常驾驶也是够用了 比如前边的GK001和GK009这两辆车 在我知道这辆车正式命名为GKX的时候 其实我是非常迷惑的 它不在001-009的数字序列当中 那X的命名通常也意味着特殊的地位和超强能力 那这样一辆A级的SUV能够存在这样重量级的命名吗 那这次设驾完之后 它完全打消我的疑虑 它完全打消我的疑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